《花语乐坛》第一片子 会有歌迷六年中环境债务 该歌走自2017年起 便开始对歌迷采取 哄蒙赖片的手段进行画评 起初手法生疏 只会在镜头前一本正经下班 新专期应该是会在 年底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陆续在写歌 然后周俊伦毫不意外将歌迷歌了 往后几年 他的画评手法愈发熟练 希望你们期待一下 明年的新专期 一月就要做大 你说明年一月干嘛 这是一个谣传 我不要当歌迷朋友 很太久 我的新专期今天就发誓了 造完谣 紧接在撑着辟谣 期的记者直接将话筒 对到嘴边问谈 究竟什么时候出专辑 只见得可可巴巴 向全世界解释 就要你现在已经 其实弄得五首了 当然是要加上次的 两首单曲 加起来五首 有十月就要开唱 将新专期进度来得及吗 来不及 来不及 打这以后 手持两首新歌的周杰伦 彻底白烂 不仅连理由都懒得编了 甚至直接摊牌 自己忙着到处办 根本没时间写歌 与之前发砖稍慢一点 就埋怨方文山写字 曼城鲜明对比 方文山早先创作漫条斯底 接着他顺手写了手提舔催词 后来方文山信字早就写完了 周杰伦专辑却没了踪影 面对歌迷送来的歌王称号 周杰伦本人也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 设计的官方二次元手办 还是画品歌王的景象 三年不开张 开张是三年 周杰伦王者谢风带雨呼啸而来 最伟大的作品发出前几天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文提醒所有人 歌马上就能还清债乎了